好 那相关话题 我们也立刻来请教一下 今天的嘉宾 郭峰先生 郭先生您好 你好 安东 郭先生 人行发布最新的 这个货币政策执行报告 其中就提到 要加大稳健货币政策实施力度 搞好跨周期调节 坚持不搞大水漫灌 那从人行的这个表态来看的话 下周的LPR市场贷款包加利率 您觉得是不是还存在着 比较大的下调的机会 另外就是年内 还会不会有其他的一些宽松的举动 好的 应该说 从央行的三季多的报告来看 很明显 维持货币政策 支持实体经济的这样一个地图 应该还是比较明显 那么从刚刚公布的 10月份的金融数据也好 还是经济数据也好 相对来说 还是处于一个比较疲软的状态 所以经济层面更多的 还需要一定的一个刺激 那么再结合上周我们也看到 针对房地产的16项输血政策来看 未来对地产方面的一些稳定措施 也将陆续出台 所以针对近期我们也看到 很多地方房地产开始采取一些优惠 类似像积分换房价 免费坐地铁等 但实际上更直接的效益来看 还不如在贷款利率方面 给消费者做出一些浪布 所以我们比较关心下周的LPR价格 更关心的是 五年期的LPR价格 会不会有一定的下调的一个空间 因为从目前来看 一年期短期的利率 已经到了一个比较低的一个位置 相对来说 对实体经济的支撑已经有所效果 但是从居民的消费贷款来看 最近几个月明显出现一个放缓的迹象 居民的存款在不断地增加 所以如果要进一步刺激居民消费的 这个意图来看 我们觉得五年期的利率贷款 如果说有一定的回调空间的话 可能政策长期效果会更显现一些 当然从年内也可以看出 应该说央行除了LPR价格的一个调整 未来类似像MLF的这样一个公开市场操作 来看也是有一定的空间 但是从上周 从本周的情况来看 MLF还是没有一个完全的对冲 所以这也导致近期短期利率 似乎有一些回升的这样一个迹象 主持人 那我们再来看看这个护生股市 这个护生股市经历了前期的快速上涨之后 连续两天出现回吐 人民币汇率也是从近期的高位开始回落 不过近期我们也看到有不少的海外机构 开始畅好人民币资产 认为当前A股的估值已经具有战略投资价值了 那郭先生您觉得这是否意味着市场调整 对于投资人来说是一个进场布局的好时机 确实应该说 其实从10月份的这样一个3000点下方的这样一个双底形态的一个铸成之后 市场对3000点以下的这样一个底部基本上也已经形成一些战略共识 所以我们也看到最近两周大盘也是形成了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修复性的行情 当然这当中除了内部的一些积极政策的推动 类似像防御政策的修改 以及对房地产政策的一些维稳的一些预期来看 当然外围市场也提供了一些喘息的机会 类似像美国的CPI出现了一定的回落 美元指数的回落也给外汇市场带来一些缓和 所以港股市场最近也出现了一个大幅的飙升 这对A股也是形成一个很好的一个支撑 目前来看A股只是也是从当前的之前的高位153回落到143的一个位置 所以相对来说对整个估值修复是有一定的帮助 但是这个反弹应该说还是处于一个缓慢修复的一个过程当中 市场也不可能马上进入到一个反转的格局 毕竟一方面还是要等待经济数据的进一步的好转 当然未来12月份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可能会给整个经济再有一个明确的一个定调 到那个时候市场的预期可能会更为明朗 就目前来看市场出现回调的过程当中都是一个继续逢低布局的一个机会 那么从今天的这个盘面上来看的话 像这个医药类这个在疫情升温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我们也看到是再度受到了资金的追捧 光伏储能等赛道股则是集体的下跌 那如果说现在是一个入市长线进行布局的好时机的话 不知道在操作上郭先生您会给出什么样的建议 确实应该说从底部刚刚起来的第一波的一个修复过程当中 大部分还是处于一个普涨的一个状态 我们最近也可以看到除了之前比较受欢迎的一些成长赛道之外 最近随着一系列政策落地之后 我们也看到从消费板块到金融地产一些传统行业 也开始走出了一些估值修复的这样一个行情 但是毕竟传统行业可能是偏短期的一个估值修复 能否有一个更持续的一些进一步上升的动力 可能还是要等待一个经济好转的一个阶段 所以未来一段时间市场可能还会回到 以高质量发展为主线的这样一个方向 因为毕竟重要会议之后我们也看到 基本上市场又形成一个新的几条主线 一个是像性创还有医药还有军工等自主板块 所以这几条主线可能有点类似于去年 像新能源半导体军工等 如果在这形成新的这样一个三条主线的话 可能目前来看已经有很多机构资金 开始对这三个板块进行一个长期的布局 所以从长期跟短期的结合来看 价值股短期有一个估值修复 长期更多的还是为了高质量发展的 一个成长性的板块为主 主持人 好的那我们也非常感谢郭先生 为我们做点评和分析